接下来当然就是要去看 稍微复习一下 我们第一天的教授的内容 记不记得我们花好多时间来去介绍 这个资料清理 资料清理 记得你看 从类似进口资料有一堆 而且本来还是卡冷一卡冷二的 后来我们是不是去做一些资料清理 像进口 这样子才算是资料清理 而且资料清理里面 你看我们这个出口 全部都是文字 有看到吗 从头到尾都是文字 你怎么知道说它是文字类型 因为它前面没有任何的符号 如果它是日期 如果它是数字 如果它是表格 它前面都会有那个图示 如果什么图示都没有 代表什么 都是文字 请问一下 都是文字的资料 怎么做资料分析 听得懂我在说什么意思 文字类型你就只能算数量 出现多少次 对不对 这样听得懂我的意思吗 所以正规的那个资料里面 你一定要把它整理变成什么 有的是数字 有的是日期 有的是文字 对不对 像这个民国年 它是文字还是数字 文字 听得懂这边我们就必须要去做那个文字类型的转换 没有人会去把民国一百年加民国一百零一年加民国一百零二年等于什么 什么都不是 没有这样子的加法 我们只有加说民国一百年的进口值 加上民国一百零一年的进口值 加上民国一百零二年的进口值 加总 得到这三年的进口值是多少 对不对 因为只有数字才能加吗 好 我我虽然在讲的是一个很简单的是 可是你要知道你未来你拿到的资料很可能一刚开始全部都是文字 对不对 这是很正常的 好 所以你要经过资料清理 所以昨天前天我们花了很多时间来去做数据的清理 还没讲完 我只讲了可能百分之一而已 因为这里面太多东西是需要清理了 我再强调讲一下 这光是一整个学期都清理不完 你要知道要去做好的 就是我的意思是说 假设我今天拿到是每一家公司 不是每一个月的进口值 我是拿到每一家公司的进出口金额 这样子的资料来去做所谓的数据清理 你知道假设我今天我接这个案子 我要一年来去完成 我最后的分期大概只需要花三个月 我前面九个月全部都在做什么 资料清理 可以理解吗 而且我还没有分析文字 你知道文字才是最可怕的资料清理 我现在举的只是一个外表上 外表上数字的文字 像日期 民国年是不是转成西元年 对不对 这个是比较容易清理的 那天我们就已经花了很多的时间 对不对 所以我只是先大概点到 告诉你们说 这就是数据清理就好了 那天上 那天上